也觉得不要去不去的扣个二 所以我才想的是 要沟通的话 沟通的话我就想说叫她去 我要是什么听不懂的 还可以就是问一下她那些 阿梅的工作不好做 然后还有就是 我听你们说昨天 阿梅说什么 就是说的她的妈妈跟她叔叔 逼着她那什么的是不是 明天好好跟她妈妈说 阿梅看到曲部会反感 我知道我知道 我的意思就是 如果是去找阿梅的话 曲部她就自己回家里面去 但是呢如果 如果说阿梅她不跟我们一起去找她叔叔的话 我们就叫曲部陪我们去找她叔叔 叫表姐去 表姐不太喜欢我 表姐觉得我 我之前对阿梅不好 表姐不太喜欢我 阿梅是不是有苦衷 她肯定是有苦衷啊 她肯定是有苦衷啊 谢谢啊谢谢送来的小星星 家人们大家一起点点赞啊 大家一起点点赞 让我们让更多非家人看到我们直播 然后问一下家人们的意见嘛 我而且刚才杰哥说的就是 王飞哥这不是回去了吗 我想的如果说我能把这个事情给解决好了的话 到时候也可以给她一个惊喜嘛 她在那边忙 她在那边忙工作 然后我突然给她打个电话过去说 喂王飞哥 阿梅同意退婚了 她也会很高兴 然后我们我们就 如果能解决的好的话 还可以直接把阿梅给带回去 我不知道能不能办到啊 只是说去试一下嘛 是不是啊 家人们 看陆生的视频就知道阿梅的苦衷了 阿梅不就是她叔叔跟她妈妈吗 不就是她叔叔跟她妈妈吗 大家一起点点赞啊 大家一起点点赞 大家一起点点赞 你阿宾 阿宾是谁 阿宾是谁 阿宾就是我看有些家人们还是说就是不不相信小小啊怎么的 但是我们安姐是跟着我一起去啊 吃吧安姐 你明天跟我一起去对不对 对对对他跟你去干什么我们两个一起去了就好了嘛 你啊他他跟跟毕丑一样他跟我们一起去干什么嘛 我们两个去就就好了嘛 你不管嘛 反正有有我有我保护你你怕什么吗 我知道那是呃 要不这样子家人们我我现在先给阿梅打个电话看他呃 就是今天如果说他今天今天呃可以见个面什么的的话 哎 今天的话太晚了会不会 要不要给阿梅打个电话家人们 就是问一下他最近怎么样呀 你们不是说他昨天哭了吗 我想的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 今天太晚了 嗯我们开车过去要的话要一两个小时 打 打 不打 阿编是王菲哥的朋友 我怎么没听说过有这个某一个朋友 对 我知道 你知道 我觉得打的扣一 觉得不打的扣个二 家人们 觉得打的扣一 觉得不打的扣个二 打的扣一 不打的扣二 他故意 他故意跟王飞哥说狠话 是不是 今天不要打了 也不要 也不要去 会不会接 不一定 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接 那我打 那我给阿美打一个 这两天我跟他打电话 他都是他都是要接的 那天也是 那天我不是去 我不是去找他吗 他也要接我电话的 明天直接把阿美带走吗 他不接我电话 他不接我电话呢 你敢发誓你没装怪 我发誓我没装怪 没装怪 家人们 因为这两天我跟他打 我给他打电话的话 他都是他都是要接的 他都是接了我的电话的 就是一直叫我 但是我给他打电话的话 他一直都是叫我 叫王飞哥回去了 再打 他再不接的话 我们就 如果他再不接的话 我们就明天 我们就直接去找他 好不好 家人们 我们一起去找他 好不好 你们要不要陪着小小一起去找 一起去找阿美 结婚赌一回 赌什么 赌什么 可以吗 谢谢家人们 谢谢家人们 只不先打一包正能量 只不先打一包正能量 没接我电话 没接我电话 阿美又发视频了 那就这样子 家人们 就这样决定了 明天 我们一起去 阿美他们村里面 然后去找阿美 如果劝不动阿美呢 我们就带着曲部 还有杰哥 我们三个人 就去找一下他叔叔 问一下他叔叔是 什么情况 什么意思 要怎么解决 王飞哥呢 王飞哥 王飞哥回去了 王飞哥回去了 我过应该过两天再回再回来 别带曲部 但是不带曲部的话 我听不懂他们说话 家人们 不带曲部的话 我听不懂他们说话 我觉得为什么回去了 我不知道 小杰哥杰哥是说他们明天早上要开股东大会 哎 那就这样啊 曲播你可以回去了 你可以回去了 把手机拿走 回去了 回去了 叫我来一下就就 就让我走了哟 怎么了呢 怎么了呢 来 家人们 给曲部点点赞啊 给曲部点点赞 给他点点赞 你真棒 谢谢你 谢谢你啊 明天明天我们上去的时候再给你打电话 这个点你总不能说你饿了是 来来来 你手机 来来来 你可以回去了 不是小小 怎么了 不是你 叫我上来了 叫我上来了 就为了 用一下我的手机是不是 啊 对 有你这么伤伤人心的人吗啊 我说有你这么伤人心的人吗 怎么了呢 嗯 怎么了呢 那不是 我不是也是为了 为了快点解决这个事情吗 对吧 对吧 也让你有点点用处吗 要不然你一点作用都没有 是不是吗 你不是说还要帮忙吗 杰哥 叫他走吧 知道没有 这样子的是我小小 提到没有 叫人们给他点点赞 鼓励一下他嘛 鼓励一下他 谢谢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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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个手机过来 让我跟家人们商量一下 谢谢他啊 拜拜拜拜姐哥 我跟我跟姐哥再商量一下 明天怎么搞 你就可以先回去 明天再再跟你说 几点钟走 走请我去吃饭 你拜拜 让我让我来这里 请我去吃饭 你都已经让我来 你都已经 你都已经让我来在这里了 家人们家人们 他说让我请他吃饭 要请他吃饭吗 要请他吃饭吗 家人们 杰哥在追求下来 你们在说什么 是不是曲部跟你们胡说八道了什么 杰哥一直把我当妹妹家人们 你们不要提曲部胡说八道啊 我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不请不请 你看吗 如果家人们说请呢 我马上就请你吃饭去了 家人们都说不请 那你不是说 你不是说你直播什么的 你的曲家人他们都很 那个什么吗 你如果你的曲家人们 让我请的话 我就我就请你去吃 不是啊 家人们有你们这样子的吗 不是家人们 你们刚刚 你们是不是刚进来 所以没有听到前面是怎么回事啊 那个前呃那个前面 是小脚他叫我上来了啊 白白了叫我上来就用一下我的手手机 那这手机谁买的啊 我用一下怎么了谁买的手机是你是你你买的呀啊那我用一下怎么了 你说白白白的就只叫我那你手机也别拿走了那我拿吧那你就拿着手机走吧你不然的话你把手机也留下 手机我拿我拿吧感谢那个文文送的那个灯牌感谢我那个文文送来的灯牌 今天那个白高兴一场了今天啊 家人们就是你们没有点 没有点关注的话 没有点关注的话可以点个关注 因为明天的话可能 嗯 杰哥的那个号啊也 那个号啊可能也不能直播啊 怎么的我们可能明天可能会用曲部的这个号直播 嗯然后没有点关注的点个关注明天的事情的话有可能用用他的号直播啊家人们 因为 因为家人们因为没有叫你们打没有叫你们打打正能量吧可能有可能用他的号所以说我们大家点点关注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谢谢他我的我的也不行我的也不行 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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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会用他的号直播大家在这点点关注 然后我们明天嗯可能也会去了过后去了过后就带你们一起去啊家人们点点关注点点关注 因为我怕明天要是我直播的话嗯好多家人们看不到啊 去找阿兵 我不认识阿兵你认识阿兵啊去不 我认识你认识 那个 为什么他们都在说阿兵阿兵认识王飞哥吗 我们那边 我们那边 刚才阿兵 没在一起玩 我认识他没在一起玩过 嗯 阿兵是 好好他他是帮王飞哥有帮王飞哥什么还是怎么的当地人 找表姐什么情况 找表姐也没没没没没太大的作用 没太大的作用 就是让王飞哥知道了嗯他妈妈那边意见比较坚定 就是坚决一定必须要让阿兵结这个婚 我没有我没有小号家人们我没有小号点点关注啊点点关注明天可能用这个号直播啊家人们点点关注 还被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啊家人们 结果认识 那有结果那有有必要的话我们明天就我们明天能找他的话就找他吗 我结果那也都是我不知道他联系方式明天找我那个他讨论一下吗 还没有点明天几点钟直播应该是八点应该是八点 但是如果白天白天看情况吗要不要播白天我们去找阿美的时候我看情况好不好 家人们有可能就要去不这个手机直播了 所以大家没给阿兵是拉图罗的邻居 结了婚胖阿美出事 先点关注啊点关注家人们我让他走了我让他走了然后我们明天见好不好家人们我明天见 点点关注 我明天见明天我们再看事情事情是怎么样的吗好不好家人们 他打算做啥事了不可能 不可能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明天直接把他直接把他带走了 那我们直接把他带走 是不是家人们 来来来去不可以了走吧你可以走了 哎叫你走了 家人们点点关注啊家人们点点关注 说真的哎呀本来是 想着 哎呀你我去不了那个媳妇来了想让你们也替我高兴高兴一下想说给你们替一下 但是打你了啊但是打你了真的 但是打我但是我相信啊我相信以后 哦会有那么一天 呃是跟刚刚呃 是会跟刚刚一样 呃呃小小会同意我的啊 这样你们你们觉得是不是 是 虽然今天有点打打你了我是想 呃我是想说 呃那好多人都说感觉呃多说 我追不到小小吗对不对我是想跟你